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我相信今天 大盤雖然漲了91點 昨天漲了194點 都沒人開心 尤其是今天 漲了91點 不但不開心 真的是要靠沒力了 因為今天這個有20幾檔的股票是跌停的 只有10幾檔股票是漲停的 差了快一倍 差了一倍以上 不是快一倍 是一倍以上 所以投資朋友 這個盤你該怎麼看 當然 有人跟你說這個地方 怎麼 要洗禮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現在這個盤 反而是大家最喜歡的盤 接下來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等一下我們就來講 投資朋友你還記得吧 3月4號 禮拜一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這根中紅K已經化解了 高檔的震盪的3黑K 好 化解之後 我還提醒你說接下來就會晶晶漲 有沒有 投資朋友還記得 那什麼叫晶晶漲 就是你漲的會怕 才會怕 就是你為什麼會怕 震盪 大幅震盪 對不對 你才會怕 可是呢 在你怕的這個當下 他卻一直往上漲 這叫做晶晶漲 這樣沒問題啦 投資朋友 我們先把這個晶晶漲的行情 這幾個字 什麼叫晶晶漲 先把它定義出來 那我們再來去驗證看看 我當初在禮拜一跟你規劃的行情 禮拜一 3月4號禮拜一 後面的行情都還沒走出來 我就先跟你規劃叫做晶晶漲 那投資朋友我們來驗證 驗收 來驗收一下 曾鴻當初在禮拜一跟你規劃的行情 有沒有一模一樣 禮拜二 來 禮拜二是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 跳空上去之後 上下震盪 是不是你會怕 你有什麼會怕 因為每天都在創歷史新高 大盤天天都在創歷史新高 所以你會怕 因為你沒遇到過說 沒有遇到過這個狀況 所以你不知道什麼地方是高點 對不對 大家都在猜高點 這個高點 因為一般人猜高點 很喜歡抓那個整數 那整數是多少 就是兩萬嘛 所以你今天為什麼會這麼大的一個落差 來 等一下我跟你講 所以我們現在繼續驗證下去 禮拜二是不是上上下下 一下漲上去一下又翻黑對不對 好像又快跌破了 快要翻黑 又上去 收盤 那天只有漲81點 可是盤中 有差一點感覺要翻黑 好像很恐怖 對不對 是不是又是晶晶漲的一天 好 到了昨天 不是昨天 這是禮拜三了 禮拜三的時候 盤中 還往下跌 有沒有 這個KCN可以看得出來吧 盤中還往下跌 還翻黑 翻黑之後呢 再拉上來 黑翻紅 有沒有 不是沒有 當時開盤是跌的哦 跌了之後再往上拉哦 你有怕對不對 當然也有啊 因為創歷史新高嘛 只要是創歷史新高的任何一天 只要盤中一翻黑你就會怕 有怕嗎 你自己想看看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我這句話講的對不對 對我說只要是創新高的那一天 盤中一翻黑 大家就怕到要死 可是後面還是漲 這有沒有 你有怕到嗎 有啊 有氣嗎 有啊 是不是晶晶漲 幾天啊 已經第三天了 第二天了對不對 好 這是禮拜三的事情嘛 來 3月7號 3月7號就昨天嘛 有沒有晶晶漲 有啊 衝高又拉回來對不對 收又沒收最高 為什麼 因為拉台積電 漲嘛 跟他台積電 單單台積電就貢獻了多少 昨天我說過嘛 指數是漲了194點 扣掉台積電 只剩下小跌12點 還是跌的哦 不是漲的哦 扣掉台積電大盤沒漲哦 是跌的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以前開始在怕 為什麼 哇塞 扣要去200點 我的股票趕著漲 已經在動搖了 這就是我跟妳講的晶晶漲對不對 一直開始在這樣 左右搖擺 到底要出股票 還是我要出股票 要出股票 還是我要出股票 要出股票 還是我要出股票 對不對 開始在懷疑了嘛 到底是要出股票還是我要出股票 什麼時候開始緊張了今天 昨天 昨天是這個行情嘛 大家已經記下來了 夭壽的那個台積電在漲 結果大盤沒漲 好 今天一樣 開巴沒多久 有夠是台積電 而且是由台積電拉上去看到2萬點 今天最高2萬065點 大家看到2萬點就開始在競爭 開始在刺 對不對 到底是會跌下來 是不是這樣 你自己去想想看你今天盤中的那種心情 早盤開盤沒多久的心情 是不是就這樣 哦 到底會不會下來 2萬點真的可以守得住嗎 站得穩嗎 當你心情一直在害怕的時候 你又看到這個盤就啪啪啪啪就下來的時候 開始啊 哇 大家拼命丟啦 反正有賺的趕快跑啦 沒賺的沒關係啦 有肥本就好了趕快先落跑啦 結果就一堆的股票就開始跌停了 就是這樣來 你有怕得到嗎 有啊 你有怕得到啊 問題有起嗎 有啊 因為收盤還是起多少 起911點 所以你可以看 投資朋友你看看 從禮拜一我跟你預告的 進進漲漲行情 你是因為每天都在怕 你每天在怕都每天都在起 真的嗎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看我禮拜一規劃的行情 是不是就叫金金漲行情 怕到今天啦 從禮拜二 天天都在緊張 天天都在漲 到今天 還是一樣啊 潘有跌嗎 沒有啊 潘中有跌沒錯啦 怕到要死對不對 結果又拉上去了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啦 不用怕啦 你已經緊張幾天了 你已經緊張幾天啊 你拜二拜三拜四 今天拜五 你已經緊張四天啊 結果呢 拔就一直起 起到要兩 已經 已經讓你看到兩萬點 你還要怕 對不對 投資朋友啊 這就是我在跟你講的 這就是叫金金漲啦 每一天你都在怕 每一天都在創新高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說 這個行情啊 你反而不要怕 你的 機會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啊 出現了一個什麼 大量的黑K 代表他最差的狀況 哎 就是怎麼樣 在上面震盪 那最好狀況再繼續漲嘛 對不對 最差狀況就是在區間震盪 那如果這樣震盪的時候 我可以跟投資朋友講啊 大家應該聽過一句話吧 震盪行情出標股 那為什麼會震盪 就代表大型股漲不動啦 對不對 那大型股是什麼 就台積電嘛 再來 聯發科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這幾天 投資朋友你自己想想看 有多少大型電子股在漲 還有日月光 有沒有 這幾支 這三支啊 台積電 聯發科 日月光 這三支是不是這幾支 一直在去 再來大型股就不太會震盪了啦 不相信你看 你可以是拭目以待啦 你今天才去追聯電的 你可能討不到便宜哦 你以為大型股要開始漲了 沒有啊 要休息啦 要換人了 就算大型股漲 也不是漲那個大型電子啦 可能會漲大型的傳產股 大型的金融股 所以投資朋友 那接下來其他的空間給誰 給中小型的股票 那中小型股不是只有電子啊 有很多啊 傳產股也包含在裡面啊 那大家不是最喜歡買這個中小型的股票嗎 投資朋友 這個時代要來啊 結果正要開始 大家最喜歡的行情 變成什麼 大家最怕的時候 不是很奇怪嗎 這陣子大型股一直漲 都跟你無關 打到要死對不對 好不容易熬了這個禮拜 你終於熬到下個禮拜開始 就是中小型的股票要 開始上來了 結果你反而開始在怕 好不容易熬 投資朋友 你自己想看看 我禮拜一就給你規劃了 叫金金掌行情 我早就知道你每一天都會怕啦 每一天會怕 說每一天會氣 不才會奇怪 越怕越氣 有沒有 這叫金金掌嘛 那都已經到這個地方了 你已經怕四天了 讓你怕慘 怕四天了 有夠了 後禮拜不用怕了 可是你 不用怕的時候 你要拿出那個勇氣啊 不是被這個盤嚇到了 夭壽 今天怎麼坐跌停板 對不對 搞不好手上有一檔就是你的 沒差 投資朋友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那些高接股 你就是本來就是要避開的嘛 你要買的是什麼 買的低接股嘛 我這個 這個禮拜不是一直在講 我從上個禮拜就講到現在 一直在提醒你 你看今天跌的不都是高接股嗎 好 再來一個證據 投資朋友你來去想 很多人會認為說這個盤 2萬點是不是就結束了 如果這個地方真的結束的話 我可以跟投資朋友講 這是我有個操盤的經驗 分享給你啦 不吝嗇啦 因為一般人家是不會跟你講這個的 因為他也不知道 操盤手才知道 一般都是頂尖操盤手才知道 什麼知道什麼 你要看一個盤啊 到底有沒有結束 你就去看那個最熱門的 籌碼最亂的 如果連他出現重挫 那就有問題囉 就是有問題囉 那如果是說他沒有出現重挫 那投資朋友 安啦 不怎麼樣啦 只是大家一個獲利賣壓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因為昨天一個垃圾盤 大家股票已經沒有漲 已經開始在怕對不對 那今天又是第二天又在垃圾盤 他的股票還是沒漲 所以已經受不了 今天剛好又是周末 對不對 誰知道這兩天 又發生什麼事情 到時候FED又要講什麼 不知道 所以大家會怕嘛 會怕趕走嘛 就這樣而已嘛 投資朋友 你看到今天 什麼叫籌碼包袱最大的 不就是AI股三件客嗎 廣達 偽創 技嘉 有沒有 我跟你說啦 你如果今天看到這三幾個股票 都跌停板 還是說重挫8%9% 那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盤不行了 就這麼簡單 你要看有那個魅力啊 聽到有沒有 就好像我們常在講嘛 你煮菜也好 修理汽車 摩托車也都是一樣 有時候就是一個美角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說 這菜怎麼炒才會好吃 歐巴要怎麼修理 才會馬上就好了 就知道這個東西壞掉了 對不對 你開車也是一樣啊 有時候你奇怪怎麼發不動 結果是一個小零件壞掉而已嘛 有些人不會修的 或我就跟你換了一大堆東西 結果搞到最後 就是一個小東西壞掉而已 你不是常看到這樣子一個師傅嗎 被叫半銅水師傅嘛 兩光師傅對不對 那相對大盤也是一樣啊 不是看到29 29檔的股票跌停了 你就開始在怕 不是這樣看的啦 沒有這麼簡單啦 投資朋友 看懂大盤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的一個 應該是這樣講啦 你沒有非常的多的一個經驗的累積啊 你不知道盤怎麼看 那每次真的都跟你講 從我禮拜就跟你規劃 進進漲行情 你看到禮拜五驗說 不是一樣嗎 還讓你看到2萬點 那現在我跟你講下禮拜開始 中小行股要出頭天 你反而開始在怕 這樣對嗎 中小行股不是散戶最喜歡做的嗎 真的要出頭天了 你電腦會怕 電腦不敢做 是不是這樣 所以投資朋友 我說過啦 現在的行情啊 你真的不用怕啦 你現在又不相信嘛對不對 就跟我禮拜一跟你講說 這個盤會晶晶漲 你也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嘛 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投資朋友 你看 我這個長榮 當初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你怎麼會相信 140幾的那時候 我永遠記得 我一直跟你講 你買一定不會吃虧 你買一定會賺錢 你買下去 再怎麼算 再怎麼 再怎麼跌啦 也跌不下去 因為主力就撐在那個地方 結果那個台華投控 好 他今天公佈囉 公佈什麼 他買長榮 買在平均價位多少 148 有沒有 有沒有跟我講的一樣 我說150塊以下就是那個主力的成本 當初我在跟你講 你絕對相信 沒辦法相信的啦 為什麼 因為股價在148嘛 你會想說 我怎麼可能這麼好運 跟主力賣的一樣 價錢怎麼可能 結果呢 台華投控公佈出來的就是148點多啊 所以我那時候為什麼跟投資朋友苦口婆先跟你講 150以下的長榮 然後我因為很害怕 我去買航運股 不可能的事情 對嗎 手中有就快跑了啦 哪有可能又去買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想請問你 為什麼今天航運股 還算不錯對不對 而且為什麼長榮他可以怎麼樣 突破減之後的高點 雖然他收盤沒有在站上這個186 可是為什麼盤中可以突破 你自己去想想看嘛 不可能散戶去追的啦 誰把他拉到上去的 你自己去想 就跟當初我在跟你講說 長榮150元以下 你趕快去買 你不相信嘛 那現在我跟你講說 你現在 你以為很高了是不是 沒有啦 後面還有 還有 後面還有好戲在後頭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航運股不會這樣結束啦 後面你可以慢慢看 不要每次你看了之後 才開始後悔 投資朋友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在150塊以下 你買的成本跟那個台華投控 買長榮的成本是一樣哦 你現在賺多少 你自己想啦 後面 還有很多航運股會出 出頭的啦 我相信很多事情都後面怎麼樣 大家才去認同 但你們大家認同 不好意思 我要帶著會員出場 獲利出場 好我賺一下 投資朋友接下來除了航運股之外 我說過中小型股 接著要輪流上沿了 你不要在那個中小型股 正要開始啟動 正要開始 繁星滿天下的時候 你才開始在害怕 在怕 我跟你講啦 以後這種行情 你會經常看到 不是只有今天哦 以後你常常看到 中小型股亂噴一通 當然了你現在又不相信嘛 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嘛 只要沒發生 還沒發生 不是在頭刀啦 發生 還沒發生 你都會怕嘛 對不對 等一下真的出來 你才開始說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你也不敢噹噹 就跟航運股一樣嘛 對不對 投資朋友不知道該怎麼做 沒有別的方法 不用再去猜 然後也不用說 我沒有打 我不敢買 我也不知道買什麼 來 找我就對了 你就找真紅就對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啊 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下週一見哦 本公司以往節七下不保 節目來獲利 且以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件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寫嫌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 中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 輕鬆理財